交集,但我们会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这个老人津贴怎么可以勤零 就是他的年纪是70岁以上 而且他是住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所以年龄跟户籍要是交集 两个都要 然后户籍地是连籍 就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所以这里的话变成交集里面又会有连籍 那做法上面的话 那你也可以分两阶段做 不过你也可以一阶段做完 那第一个当然今天日期 我先抓到今天日期是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找到那个所谓的日期时间函数 那我们用Today 如果你要抓今天日期的话 记得从那个什么呢 日期时间函数里面找到Today 那其实下一个阶段的范例 也会用到这个啦 Today抓到今天日期 然后按确定 不用任何引述 然后再来年龄的话 那算年龄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方法 如果说你要算年龄怎么算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抓到什么呢 抓到今天日期的年好了 假设我用年来算 今天的年 2017 减掉什么呢 1927 减完就可以 这个是第一种 但是这里会有个问题 他如果生日还没到 还是会算一岁 如果有的逻辑是这样算的 有的是一定要精确到 他生日到 才算一岁 如果假设了我们是第一种 年减年的话 那年的话特别注意哦 因为日期格式比较特殊 他里面有年月日 但是如果你只要年的部分的话 你需要用一个函数叫做year 日期时间里面有个year 歪开头的 year函数主要是什么 抓到你现在储存格里面 年的部分 当然顾名思义 如果你要月就month 你要日的话就date 所以year month date 分别可以截取你要的那个部分资料 所以year按确定 2017减掉什么呢 减掉那个我们的 后面那个日期 所以这个year 把它前面的公式复制一下 来改好比较快 贴上一下 把F2改成我们现在生日的位置 那因为呢 F2这个等一下向下填满 F2的位置不能变 所以请你把2前面加一个 什么前的符号 OK打勾一下 刚刚有讲过了 上下填满 再来这嘛 填两下 所有的年龄都算了 那老人津贴就是 年龄要70岁以上 第1个条件 第2个条件 而且 所以而且 住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哇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 连级里面会有 我跟你讲 交集里面会有连级 那做法上面 我们插入函数判断 所以这边一样用逻辑里面的什么呢 逻辑里面的if 先if之后 然后再来 因为and 所以我希望打and and什么先交集 而且喔 是这个年纪是大于等于70 这是第1个条件 第2条件逗点 是 这个户籍地是什么 住在台北市 或新北市 诶 第2个条件 里面是连级 所以 再打一个偶尔 不过要记得喔 如果你前面有一个钱挂 后面要补上后挂 所以偶尔什么呢 这个 15 等于台北市 或者是 在这边双引号 台北市 第2个是新北市 所以15 等于 所以我用前面的 来改会比较快 新北市 那 再来的话后刮符 后刮符特别重要 第1个后刮符是 偶的后刮符 第2个后刮符是 end的后刮符 记得喔 不能少喔 前面有同学 打一个 忘记打后面那一个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2个条件 只要 一定要是连级 如果为true的时候 才能够领 所以是否好了 所以 假设是的话就是 true的话就是是 反之就否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个连级里面呢 又做出交集 所以特别是要 end 前刮符 你的年龄 要大于70岁 而且户籍 所以第2个 那户籍里面有两个 所以里面又有偶额 后刮符后刮符 最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向下填满 答案就做出来了 但如果你今天要 要把那个 是可以请你那些留下来的话 或者是显示出来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建议规则 储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等于4的话 那帮我格式化一下 让我形目一下 至少我知道说哪一些 是我要去 特别照顾的那一些人 帮我找出来 OK 那你会发现 这时候的话 4的就帮你把它mark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很快的针对 你要找的那些资料 很快的可以把它 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用的最多的 不外乎就是逻辑 逻辑判断里面呢 一般用两重逻辑不够 多重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 连级 还有交集 那连级交集里面呢 又有可能 在连级或交集里面 还有连级或交集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判断出 很复杂的逻辑 不过大家也不用把 那个逻辑弄得很复杂 连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最后当你做出来的结果 也不 一定不会正确 所以尽可能的 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基本上是什么 在 年龄跟户级这两个 是 and的逻辑 那户级里面的话 会有个偶尔逻辑 把这个m的偶尔逻辑 把它试着做做看 OK那 早上的话 基本上 我们已经 就是我们的进度 大概就是把逻辑 讲完 下午 还有三个 日期时间 跟数学 还有 简式与参照 会有三个 所以下午 如果中 中午假如有点时间 想要 先预习一下 你可以先看一下 后面三个 那早上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 这个范例 先休息一下 休息到一点半 下午再继续 好 一会儿 一会儿 上午